Hello大家好,我是独臂玩家AACALUS 想不到吧,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这回给大家带来的是李昂片李关流程的无伤攻略解说视频 由于李关的S评价需要在两小时内通关才能获得 所以流程安排上相比克拉尔片会更加紧凑一些 直接点击开始游戏,选择剧情模式 选择新游戏第二模式,也就是李关模式 角色选择李昂,难度选择专家难度 然后直接开始游戏 怎么没人 别开枪 放下 这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希望警察局的同事们能够告诉我 你是警察 是的 我叫李昂肯尼里 你呢 克莱尔 雷德菲尔德 克莱尔,你没事吧 还好 还好 我没事 你怎么样 我不能再待在这里 太危险了 你先走 我去警察局跟你碰面 我在那儿等你 那儿等会 我就要导致 他在来 做法 你吗 你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许这边的剪钱触发剧情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蝦赖尔 李洋 不要每次碰面都那么惊险 你还好吗 警察局的直升机 就这么突然冒出来 我没事 我猜你身上没有钥匙 确实没有 能见你一面也挺好 你还好吧 狗言残喘吧 今晚够疯的 是啊 找到你哥哥了 还真找到了 他在 这是乌落偏逢连夜 李洋 那你先走吧 别担心我 你先去找个安全的地方 说真的李洋 他们要几穿栅栏了 拜托快走 一定能撑过去的 我们都没有 剧情结束后立马往右边跑 不然很容易被扑了 走那边一路往回跑 返回到刚才下面的过道 路上的丧尸只要你跑得够快 他们就追不上你 下来后使用剪钳 把门上的铁链剪开 进来后先失去左边 取暖器上面的手榴弹 再把桌上的点速手枪拿着 打开箱子把手上的九号瓶手枪扔进去 这个以后都用不上他了 再把这边的点速手枪子弹拿一下 再把衣柜上的中品钥匙拿一下 然后小李洋会换上他的工作服 换上工作服之后退门出去 直接瞄准着肥仔丧尸的腿 给他打出一只然后冲过去 这边左手边有一个红草 有需要的可以拿一下 到这边直接扔一颗手榴弹 把门全部炸死 然后就可以直接从这冲过去了 回到之前跟科拉尔对话的地方 使用中停钥匙把门打开 进来后先拾取右手边的木板 待会需要用上 然后打开键单把中停钥匙直接扔掉 已经没有用了 拾取在油桶上面的点45子弹 科拉尔进来后进入右手边的警卫室 地上是之前被科拉尔救下来的半个警察 已经识变了 把墙上匕首拿一下 从这边继续往里面走 这个区域是只有李洋才能进来的休息区 科拉尔是来不了的 把这边架子上散了一枪子弹拿一下 然后转身进入身后的休息室 先出个打 桌子上蓝草有需要的可以拿一下 把柜子里的点45子弹拿一下 还有高级火药也拿一下 从这边进去把洗厨台上面的马格南子弹也拿一下 用这个子弹的枪要稍后才能获得 到处箱去把东西存一下 方便的要失去新的物品 只保留手枪和捡钱还有木板就行了 从这边进去把凳子上保险丝拿一下 待会我警觉大厅的手续要用上 现在就可以离开休息室了 出来后原路返回到警卫室 这个时候的科拉尔应该是已经离开警察局 前往别的地方了 至于科拉尔现在干什么 在哪 大家可以去观看我的科拉尔第二期视频 地上的半截丧尸靠近吼咸皮接着过去 等他开始转向的时候再过去 不然很容易被他从背后扑倒 到这边使用捡钱把铁链剪开 推门进来后现实去左边的墨袋 再把尸体上的点速尾拿一下 转身把桌上闪光弹拿一下 再从这边进入办公室 失去点圆笔 拿到圆笔以后离开办公室 把这边顶着门的椅子挪开 然后推门出去 把奔尼斯安上去 到这边等门打开 门打开回到警局大厅 先失去前台的墨袋 调查笔记本电脑 可以看到一个自带BGM的男人登场 我觉得他不像是个警察 我表示赞同 从这边进入等待室 右边有颗绿扫油 需要的可以拿一下 失去点速物子弹继续前进 到这边门口先减速 推门进去慢慢走 这条过道藏着一只铁银 不过还好现在这里没有丧尸 只要在不惊动它的前提下 慢慢通过就可以了 把这边的窗户封一下 方便之后再次通过这 可以看到铁银藏得上了 继续慢慢往前走 由于现在手上火力不足 无需跟他证明银钢 才是目前的上层 像克拉尔就不需要顾虑这么多了 端起楼链枪 就可以叫铁银做丧尸了 差不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开始加速跑了 铁银就听不到了 直接推门进去 先失去左门点速物子弹 可以听到门外的丧尸已经出现了 把这边的地图也拿一下 然后到这边把门上的铁链剪断 进来后先失去桌子上的电子装置 然后把剪钱扔了 已经没有地方需要用了 左边有一颗绿草 有需要的可以拿一下 失去一下闪光弹 再把这边的木板也射手拿一下 把这边反锁的门打开 出来后进入右手边的西侧办公室 把桌上火药拿一下 然后进入办公室 打开保险箱 密码跟科尔片是一样的 先左转到9 再右转到15 然后再左转到7 就可以把保险箱打开了 打开后获得一个腰包 可以增加身上的物品弹携带上线 这边里的办公桌迷体 可以拿到9毫米手枪的配件 密码跟科尔片是一样的 有需要的话可以拿一下 拿一下点速子 从办公室出来后 这边笔直往前走 前面丧尸可以直接无视它 从这右拐顺便失去完木板 然后进入办公室 进来后先是右手边 衣柜里的墨带 还有火药 然后转身去存个挡 存完挡之后 把身上的东西 存一下到守护箱里面去 只留一把手枪和子弹 还有两个过关道具就可以了 准备好这颗离开暗室了 从这边直接上楼 刚才破窗而入的丧尸被堵取随脑之后 墙子刷新掉了 这根点速子弹拿一下 然后继续往上走 直接瞄准这个丧尸的腿打出一直 然后冲过去 装填完子弹继续往上走 把他们点四火子弹也拿一下 这个丧尸直接瞄准他的腿 再打断 我去 怎么遇上了个金刚腿啊 这么多箱子不端 再给他来两枪 好 断了 打断他的腿主要是为了方便开这个柜子 不然开柜的时候很容易被他扑 柜子密码是DCM 柜子密码也是一样的 打开后获得满个男子弹 从这边进去 拾取桌上的蓝桃钥匙 再从左边推门出去 比着往前走 左拐推门进入西侧储藏室 这边东西都可以先不用拿 直接从这边推门出去 回到图书馆二楼 然后继续回到图书馆一楼 下来后失去尸体旁边的匕首 然后转身瞄准这个丧尸打断他的腿 方便之后再次通过 装填一下子弹 失去前面的红书 这本红书是用了获得杀音的关键道具 使用蓝桃钥匙打开门出去 抽到先往右拐 去失去镜头的子弹 拿到子弹后转身笔直抖到头 现在需要去另外一边 使用刚才的红书获得另外一个关键道具 从这边走到对面二楼 这个狮子雕像的谜题稍后再来接 鸟鱼是丧手腿 打出硬直直接过去 不要打断他的腿 反正等于回到后就比较麻烦 进来后左边有个绿草 右边的保险箱可以获得几号品枪的配件 有需要的可以拿一下 使用蓝桃钥匙开门出去 出来后进入这边的美术室 使用桌子上的钥匙卡 有了这个就可以去保管室拿散弹枪了 使用这边的手臂跟扔的红书合成 就可以获得拿书的手臂 然后吊杀雕像把它按上去 获得了一个玄杖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乱跑 身后出现一只铁掩 直接掏出匕首的时候 撑着不停的滑滑 他跳开的话继续侧面滑 只要保持在铁掩的侧面攻击 就可以让他不停的出硬直 这样可以活活驱死他 你要是不想那么残忍 直接离开美术室也是可以的 打开菜单调查权杖 可以获得接下来需要用到的 关键道具红宝石 现在直接离开美术室 返回这边的等候室 通过等候室返回警觉大厅二楼 出来后小心钢材的丧尸 直接打扔他的腿上的心理前进 现在需要前往一楼的绑管室 到那边去拿散弹枪 需要增强一下李昂的火力 不然现在这种装备太多急了 从这边楼梯直接回到一楼 使用蓝塔钥匙打开这扇门 进入西侧办公室 往右边走 到这边开门直接瞄准眼前的丧尸 打扔他的腿 接着使用匕首挣脱另外一个丧尸 立刻进入保管室 直接走到头 使用钥匙卡打开武器柜 然后把散弹枪还有子弹都失去一下 切换到散弹枪装填一下子弹 马上派上用场 直接把这个肥仔丧尸的枪杀掉 然后出去把他伸的刀给回收 在左拐回到暗室的方向 这个丧尸直接爆头一枪脚 诶 头没有爆了 那正好不用打马了 直接往往上走 拐角这个丧尸直接爆头 继续往上走 到二楼后直接前往澡堂 走到头的话有个红草可以拿 有需要的可以拿 进来后衣柜密码输入 密码是CAP 跟高雅天的密码是一样的 打开后获得散弹枪子弹 这边衣柜也可以拿到散弹枪子弹 装填一下 使用下这个珠宝盒 跟身上的红宝蛇合成一下 获得一个START徽章 然后打开菜单先扔掉蓝桃钥匙 来调查START徽章 获得U盘徽章 现在转身到这边来使用圆柄 关掉挡炉的蒸汽 蒸汽关掉后就可以穿过淋浴间 打开左手边的衣柜可以获得火药 然后从这边推门出去 拾取沙发上的散弹枪子弹 继续往前走 进入左手边的START观众室 进到后先释取办公桌上面的电池 跟之前的电子装置合成获得起爆器 然后回到办公区 墙上集中包里面的集中喷雾 有需要的可以拿下 释取高级火药跟身上的火药合成 获得散弹枪子弹 再把身上的散弹枪组合一下 节省空间 再到这边来释取桌子上的散弹枪子弹 旁边的闪光弹也拿下 把它装备一下 等一下就需要用上 到这边的电脑把油盘插上去 然后使用电脑把旁边的武器库给打开 打开后别忘了把油盘拔下来 接着进入武器库 拾取大杀器杀音 然后装填下子弹 把桌子上点速物子弹也拿下 现在就给离开斯塔尔特办公室了 还剩红草有需要的可以拿下 现在需要前往二楼去引爆C4了 遭遇暴君 直接使用杀音爆头给它打出一只 然后直接冲过去 切换成散弹枪 然后去把反手弹打开 戳刀先把右边的地独拿一下 再到这边的独角兽雕像 把图案依次顺利调整为 双子天秤小蛇 由于理官流程的雕像答案 跟表官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无法参考克拉尔片的 获得独角兽奖章 然后从那边推门回到图书馆 直接往二楼走 包紧你跟上 得跑快点 到二楼后进入西侧储藏室 去安装引爆器 进来后直接到C4那边 去安装起爆器 安装完后先远离炸弹 到这边先来引游一下暴君 然后扔个闪光弹把他空在这 接着从炸开的缺口进去 其实没必要向我这样绕一圈的 刚才直接右手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到女神雕像这边 把图案依次按顺序调整为 山羊竖琴小鸟就可以解开命迪了 或者少女讲道后就可以离开炸了 这个时候暴君还在昏迷状态 直接从这边回到图书馆二楼 这个丧生顺口光了 不打也是可以直接走的 现在需要从二楼返回到警局大厅 这个时候暴君已经清醒了 从后面已经跟上来了 稍微跑快点 这时候一楼之前的丧尚没有打断腿的话 他就会不会是暗示 从这边出去回到警局大厅二楼 然后前往狮子雕像那 倒战按顺序把图案依次调整为 王冠 火炬 飞鸟 获得狮子奖章后要赶紧前往一楼 暴君已经过来了 马完的话直接给他一箱送他上路 解决马完后到这边把三个奖章全部放上去 奖章放的顺序是没有奖章的 随便先放哪个都可以 三个奖章放完 门就开了 现在要赶紧冲进密室 这样暴君他进不来了 进来后先到箱子里拿一个摩袋出来 其实旁边就有一个摩袋 可以直接用来存档的 但是当时录制的时候被暴君的压迫感 给吓得没有注意到这个摩袋 先存个档 然后先把这边的散弹箱子弹拿一下 再把桌子上的摩袋拿一下 到储物箱把手箱子弹 还有摩袋全部存进箱子里面 再把箱子里面满个男子弹 还有散弹箱子弹都拿出来 到这边直接乘坐电梯前往下层 大家可以看到这回我的主力武器没有使用匕首 因为想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有枪下来对付机器形态的威廉 如果想要继续用匕首的话 也可以参考我克莱尔片的打法 具体打法可以去看我克莱尔片的第二期开头部分 先不急着往左边走 一路走到底层 把柱子旁边的手榴弹拾取一下 然后调查这边的柜子 然后调查U盘把它变成普通会章 接着使用会章打开这个柜子 可以获得杀鹰的强化枪管 直接装备上去 有了这个杀鹰的火力和射速都会得到加强 而且还会减少后座力 直接从这边上去 这会李昂偏头顶跑过去的就不是人了 大家大概也能猜到是谁 现在剧情线应该是扣到尔 刚刚打没威廉离开这没多久 然后李昂就来了 威廉也是刚刚从下面爬上来 就要被小李子揍一顿 这边直接把柜子抬起来 然后就可以触发剧情 战斗一开始直接用散发枪突如威廉离开 把柜子抬起来的头连喷死枪 然后切换他杀鹰准备 等他站稳后 让他肩膀上的眼睛连开三枪 尽量拿出黄亮才是伤害最高的 只要伤害够他必定出这个投机 直接使用匕首挣脱 然后继续标准他肩膀上的眼睛 再开两下就会直接出硬直 之前的装填药子弹 然后记住他眼睛再打四枪 一定不要打歪 不然伤害大牌的头 梯子放下来后 先从左边过去 使用一下场景里面的一些物资再走 这边的点速物子弹拿一下 红草就不要了 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拿一下 然后从这边走到头 使用一下这边点速物子弹 还有手榴弹 还有绿草我也不拿了 接着从这边笔直走 这边拐一下 然后走到头 把点速物子弹拿一下 结果原路返回了 这样的话 这里需要的东西就全部拿完了 直接能踢着爬上去 刹到先进右边的房子 柜子里面的火药拿一下 身后还有一个草药 有需要的可以拿一下 然后从这边笔直走 上去后进入控制室 搬动这个机关 然后从这边出去 到这边等桥过来 然后通过这个桥 比如走进入前面的房子 拾取右边柜子里面的墨袋 然后去存个档 存到档后到箱子这儿 把手榴弹和火药 还有杀音都存进去 然后再把箱子里面点速手枪拿出来 然后切换它散了 像装填下子弹 直接从前面的楼梯爬上去 上来后直接跑到右前方去掉杀杂鸡 上来后直接跑到右前方去掉杀杂鸡 放开我 上去掉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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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谢谢你 救了我 真想不到你能找到这里来 联邦调查员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 抱歉 这个可是机密情报 你要去哪里 为了你自己着想 别再问问题了 赶紧离开这里 赶紧离开这里 我让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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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セット 我让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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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你是亲密的 你到哪里 我让你去哪里 And let the flames burn higher So set fire To your heart To your soul To your mind Let it shine To your dream Your everything It's your flame of fame So set your love on fire So set your love on fire